2019年11月我上传了这个频道的第一个视频 分享的大多数都是我的旅行和城市风光的拍摄技巧 以及后期调测相关的内容 那这些视频是如何拍摄出来的 这些视频设备一直都充当着在背后默默奉献的角色 大家也很难在镜头前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收到了很多的留言和私信来询问我 到底是用什么设备拍摄的我的这些视频 今天咱们就来个幕后揭秘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2021年拍摄视频所使用的设备 那聊一聊这些没机会露面 但是对我制作视频很有帮助的设备 好用或者是不好用的呢 咱们都拉出来溜溜 您平时所看到的室内部分也就是现在这个画面呢 是由富士的XT3拍摄的 只是今年呢从这台银色的换成了另外一台黑色的XT3 那如果您看了我的摄影设备2021那个视频啊 就明白为什么了 从2020年5月之后呢 您看到的我所有的视频 在室内的部分都是由富士XT3完成拍摄的 镜头呢搭配的是富士的1655画质呢 我一直也都是挺满意的 自动对焦的速度啊 很快在展示产品的时候呢 可以实现快速的焦点切换 当然这个自动对焦的镜头啊 如果设置不合理或者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呢 会出现对焦点错误人物脱焦的问题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拉风箱或者是抽搐 那如果就我现在这些拍摄的需求 在未来没有发生变化 相机呢也不会出毛病的话 我呢感觉这台富士的XT3能够一直的用下去 不需要更新 所以呢如果您问我 像这种老的型号的相机 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还值不值得买 我呢认为只要是它能够满足您的拍摄需求 并且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 那么就值得购买 二手的价格呢也会有更高的性价比 去年的时候呢我分享过一个DIY自制的提斯器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有没有按照我那个方法做一个 提斯器呢可以说是我对录制视频两年以来 帮助最大的一件设备 不然呀大段大段的词说实话呢我是真背不下来 有了他提示我呢至少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写完稿子呢就可以开始录视频了 自从有了这个提斯器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段视频要重复录30多遍的问题了 一般两三遍就能过 一年多过去了那个自制的DIY提斯器啊就已经快烂的差多了 我呢后来还给他做了个铁架子怕他给坏了 但是最终呢还是被时间淘汰了 毕竟呢他是用纸板做的嘛 现在呢我所使用的是百事月的T12 他呢可以折叠起来 不用的时候呢可以收起来也不占地方 这个是我那个DIY的痛点 不能收起来放哪啊都不方便 镜头背后呢他有这么一个黑布非常的关键 在白天拍摄的时候 如果背后不用这个遮光的话 字呢就看不清楚了 我呢在使用的时候会把相机的这个前置提示灯打开 这样在相机前呢可以看到是否已经开机的这么一个提示 所以黑布呢一定得记得得把这个提示灯给露出来 和DIY最大的不同啊 就是他这块玻璃比我那个镜框上拆下来的效果呢 确实要好太多了 没有重影字呢也特别的清晰 还有这么一个遥控器实在是太好用了 我呢不用碰这个手机就能够远距离的控制文字的位置和速度 那按一下呢它就可以自动的开始或者是停止滚动了 那这个提示器它的缺点呢是体积相对来讲比较大 那当然体积越大它的字呢就看得越清楚 在室内用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特别的好 但是呢在外拍的时候体积过大呢会稍微有那么点不方便接待 为了弥补富士XT3没有机身防抖的这个不足啊 今年我还添置了大疆的稳定器RSC2 即便是有这个机身防抖的相机呢 在大范围运动的拍摄时指的是这种边走边拍的跟拍 行进过程比较长的那种拍摄 没有稳定器其实也是很难拍出特别平稳的效果的 那这个呢也是我第一次购买和使用稳定器 整体的感觉呢还算是比较满意 咱们呀主要来聊一聊不满意的地方 首先呢硬件设计方面的问题 这个原装的快装板啊太难受了 装进去滑动很费劲 使用中出现过好几次侧面拨片呀 它弹不起来的现象 导致这个快装板呢就卡死了 只能用手向上用力的把这个拨片给顶开 才能拿下快装板 除此之外呢这个快装板的设计呢 还有个不方便的地方 相机呀只能从侧面滑进去 没有办法直接的拿下来 哎这就不怎么快装了呀 所以呢后来我就换成了这个 small rig的快装板 那这两个问题呢立刻迎刃而解 现在呀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使用稳定器的另一个痛点呀 就是调整水平 尤其是使用外变焦镜头的时候 只要一变焦镜头筒伸出 立刻呢它就不平衡了 稳定器呢就开始震动 屏幕显示当前处于很差的平衡状态 然后就自动进入睡眠模式了 不让用了 那这个问题呢一直都很困扰我 现在呢我基本上啊就不敢变焦了 选好焦段调整完水平就尽量不再动它了 这个变焦镜头平衡的问题 再加上暗光环境拍摄的时候 F2.8的镜头呢我觉得有点不够用 这些问题呢都把我引向了手动的大光圈电影头 最终呢我买了这么一个 Rockina 21毫米T1.5 收的是二手的 加上运费和税358美金 它呢原价是549 所以啊差不多省了200 您别说它这画质效果呀还真不错 之前呢我就用它拍了一起我的视频 甚至连我自己都没发现 它和1655拍摄有什么区别 那正因为它是一个手动对焦的镜头 在搭配稳定器的时候呢 需要额外的安装一个电子的跟焦器 搭配原装的89美金 哎还挺贵 而且呢还处于一个长期没货的状态 下单等了有一个多月才送到 安装呢倒是挺方便的 对焦手感呢也非常的顺滑 我呀还是挺喜欢用这个电影头的 自动对焦不好用的问题呀 也彻底的解决了 您别说用多了这个手动的电影头啊 还真有点回不去自动对焦了 所以目前呢这个1655就只是用来拍我自己 其他的拍摄呢 我都是用这个Rochina 21mm T1.5的这个镜头来拍摄的 很值得推荐 PUSH XT3在自拍的时候呢 不如XT4要方便 因为它没有翻转的屏幕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也就没有办法调整构图 无法确认曝光和对焦是否正确 我的解决方案呢 是使用外置的监视器 果呀一共用过四个不同的监视器品牌 Atmos的Shinobi和NinjaV DeathView R6 以及Podkeys PT5 在这里边呢 只有NinjaV呀 它是有外录功能的 也就是说您在使用相机拍视频的时候 可以同时录制一份到监视器的硬盘上 作为备份的文件 或者呀高画质输出呢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这两个功能对于我来说 都不是那么的需要 所以后来呢 我就不再使用NinjaV了 代替它的呢 是百事月DeathView R6 在画质上呢 它和NinjaV不相上下 屏幕的亮度和色彩 都属于很高的规格 我呀平时就把它 夹在我这个灯架子上 放在提词器的旁边 用来实时的查看这个对焦和曝光 以及监测音频的状态 因为有那么几次呀 我都没录上声音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当然最主要啊 还是用它来看一下 自己在镜头前的位置 那这也算是弥补了富士XT3 没有反转屏幕的缺点吧 毕竟视频录制呢 全程就我一个人 这些辅助的设备呢 也是方便自己工作 那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么一个 翻转屏幕就去升级机身呢 我又觉得不是很必要 所以呢 也就没有换成XT4 毕竟富士XT3的价格 加上这个监视器 它也没有XT4贵 负责支撑相机的呢 是摄像三角架搭配液压云台 那这种拍摄视频的三角架 相对普通三角架来说呢 它的稳定性又更好 当然它的重量呢 确实也不轻 体积呢也更大了 液压云台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真的是挺好用的 一呢是不用担心摔机器 即便是不小心忘了锁定了 它呢也会自动的回到原位 这要是普通的球形云台呀 恐怕这镜头就菜了 说到这个阻尼了 它这个水平阻尼呢 阻力非常的大 所以在单手滑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三角架呀 都有点移动了 总之呢 它这个滑动不算是非常顺畅的 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快装板 实际上非常的紧 我呢很费力才能把它给拿下来 还要安装上 好在呢平时我也不怎么经常的拆呀 还有装啊 所以呢放在这不动 其实呢也就还好 通过碗形底座的微调呢 就可以快速的让相机达到一个水平的状态了 目前我使用的这个是斯瑞的SH05摄像三角架 它的价格呢很低 自然呢就有很多小布点是塑料的了 毕竟我也不会带着它去上山下海 主要呢还就是在室内拍摄的时候使用 整体感觉呢它的性价比还算是挺高的 毕竟在这个价位上呢 这已经算是给的很足的了 自拍视频啊 如果您这手不够长的话 一定要这么一根快门线才行 然后呢我还会背两块 备用的电池 还有呢就是充电宝 都是随时准备好给相机续航的 其实我平时拍摄中途呢 一般也就换一次电池 拍摄一般一两个小时吧 如果忘了给电池充电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上充电宝 边拍边充电 不影响拍摄 在室内拍视频啊 其实不需要使用滤镜 可调的这个GND滤镜呢 在室外拍摄的时候 十分的有用 可以说是拍摄Log格式必备 我呢一直都用的是这个 H&Y的这款 之前呢我也做过视频介绍 目前呢仍然很满意 我呀摔了一次 它的这个镜片呢 出现了轻微的划痕 但是呢不影响拍摄 后面接环的位置啊 比我想象中 可要结实多了 一点没摔坏 我呢还买了一个柔胶滤镜 本来买的是天分的 结果呢 我最爱的品牌 同时出了一款 我呀立刻就把天分的退了 改买这个POLAR PRO了 柔胶效果让皮肤看起来更润滑 高光和阴影的光线呢 也会出现迷雾般的效果 是拍小姐姐的必备滤镜 今年一共测试了三款无线麦克风 在使用了半年之后啊 让我最满意的 居然是最不看好的那个 来自Murfex的V10 PRO 也就是稳定器品牌 魔爪出品的无线麦克风 当时其实也没有不看好它 只是没有特别的注意 使用这个无线麦克风啊 最关心的也是最容易分辨出 好坏的就是底噪 好多笑话伴也跟我反映 哎 为什么自己的麦克风 底噪特别大呀 经过长期测试呢 我发现这有可能和相机 匹配度有关系 比如我看别人对 萌马LAC 150的评价就很高 但是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富士相机 我呢也很喜欢LAC 150的设计 那个充电盒呢 真的是太好用了 麦克风也非常的小巧 但是很遗憾 它是我测试的所有麦克风里 和富士XT3匹配后 底噪最大的 那用尽了各种办法 尝试了不同的设置 还是不行 凤科的SYNCO G2呢 它的底噪控制也算是很不错的 但是用了几个月之后呢 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电流音 并且电池续航呢 有些堪忧 我呀平时录制呢 其实也就是一两个小时 它的发射端呢 基本上就只剩下一格点了 外拍呢 用过两次 和大疆运动相机匹配的效果呢 也不是很好 所以最终呢 我决定再试试Murfec V10 Pro 结果电池续航啊 初期的好 现在呢 我基本不用担心 忘了充电 录制三次呢 才充一次电 底噪控制呢 也是相当的好 目前呢 它是和我这台 富士XT3搭配起来 最好的 无线麦克风 最近几期视频啊 都是用它录制的 关于底噪的问题呢 在这里边我想要特别说一下 其实音频文件呢 也是需要后期处理的 我所测试的四款无线麦克风 包括最贵的罗德 都是有底噪的 那关键就是它这个原音的底噪 到底有多大 以及通过后期能否去除掉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呢 就是后期前的原因 我呢 后期剪辑时 使用了Final Cut Pro 在软件当中选择去除噪音 哎 现在就是最终您听到的 视频当中的收声效果了 室内拍摄的设备呢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灯光呀 还是上次分享的那几个 吐槽一下 永诺的Lux 160 它的控制面板呀 莫名其妙的就花平了两次 第一次呢 连灯都打不开了 我把这个控制面板里的电池啊 给抠掉了 然后就能打开灯了 但是呢 亮度仍然控制不了 几天没用呢 哎 莫名其妙就好了 那又过了几个月 最近又一次花平了 并且啊 从此再也没好过 咨询了一下官方呢 说是电路问题 虽然这个控制板啊 看似是这个灯上很小的一个部件 但是呢 它相当于整个灯的大脑 那如果它坏了 就无法控制灯的亮度 手机APP呢 也无法连接和控制 功能呢 相当于折损了一大半 那目前我就一直使用的是这个默认亮度 其实呢 它比平时我拍摄的时候 低了相当于两档 所以我只能提高ISO来补救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另外一个从未露过面的灯啊 是这个洋葱工厂的LED灯管 拿到手第一时间呢 我就连上手机APP准备更新一下固件 然后呢 它就永远的卡在了更新固件 进度调了89% 灯呢 再也打不开了 尝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 扔在箱子里呢 躺了半年 前几天啊 看见这手机APP更新了 抱有一线希望 鼓起勇气 按下更新固件的按钮 哎 灯亮了 可算是救活了 在此呢 希望各个品牌在努力研发新品竞争市场的同时呢 还是要把这个质量把号关 因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时候 真的是带着爱去购买的 做了很多的功课 比较了很多同类产品 最终呢 鼓起勇气 尝试购买 希望这些设备呢 能够帮助自己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那一旦遇到了很好用的产品啊 真的会很爱这个品牌 并且会一直支持下去 所以答应我 请不要辜负消费者的这每一份爱 好吗 加油 自从这个上次拍红页的追光笔记之后呢 如何拍好旅行Vlog的视频 就是我最操心的事了 富士这个XT3呢 肯定是不方便外拍的 那就要找到更便捷的设备来替代 最终呢 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大江的灵谋 口袋云Pocket 上个月啊 我刚刚把那个一代升级成了二代 理由呢 是镜头的更新换代 一代Pocket呀 在我之前也是和这个大江的Action运动相机 做过对比了 在自拍Vlog的时候呢 一代的这个镜头焦段很窄 等效大概是26到28毫米 像我这样胳膊短的拍出来呢 脸就占了屏幕的一半了 但是这个二代Pocket 它的镜头呢 换成了等效15毫米的焦段 哎 自拍起来就舒服多了 我呢 购买的是这个Quater Combo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它这个配套的无线麦克风 以前外拍呢 我都是用我这个室内的无线麦克风 它的痛点呢 是要把这个接收器端挂在Pocket上 拿着特别的不方便 而且呀 没地儿放 如果想要比较稳定的卡在这个相机上呢 还需要再单配一个架子 又额外的增加了成本 而且这个麦克风呢 经常是停了一段时间没用的话呢 它就自动关闭了 而且我自己呢 也没发现 结果根本就不是通过无线麦克风收的声 那旅行当中呢 真的是带的东西越少越好 当我看到这个二代这个配套麦克风的时候啊 真的是眼前一亮 感觉这不就是我最想要的东西吗 因为它呢 只有这么一个发射端 接收端就是Pocket下边这个全能手柄 连接成功之后呢 屏幕上也会显示出来 整个这么一套 非常的简洁方便 所以未来呢 您看到的所有Vlog都将由这台Pocket二代拍摄 以上呢 就是2021年我所使用的视频制作相关的设备了 那基本上啊 该买的就都配的差不多了 明年应该不会有非常大的改动 所以这个视频设备的清单呢 就不一定会每年更新了 如果您对我现在所使用的这些设备感兴趣 有更多的疑问可以留言给我 我呢 尽量从我自己的使用感受当中 给您提供更多的信息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做自媒体频道呢 我是认真的 如果您也喜欢旅行和摄影呢 欢迎关注我 咱们一起玩摄影 ека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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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